据观察者网的消息呢 北京时间的2月7号网上 美国某媒体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 中国花样滑冰与运动员注意泪洒北京冬奥会赛场的照片 并配上这样的一段文字 在冬奥会赛场吹倒以后放弃美国籍 而代表中国参赛的注意 正在遭受来自中国社交媒体中部的攻击 对此 吴爱玲在这条帖子的评论区回复 那作为真正使用中国社交媒体的人 我想在这里说 90%以上的评论都是积极和令人振奋的 这是运动的一步 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 那某些用心险恶的国家媒体 企图破坏我们国家的团结引致 打错了算 青蛙公主的这段回复 迅速冲到了热搜榜的房属 让无数中国网友拍手称快 那难怪人人都喜欢这个多钱多艺 阳光乐观的小姑娘 她的三观简直是太正 那谷爱玲在今天夺冠以后的采访当中 还不忘她是中国人